第四季节目 玄月明火 陈少 你别逗我了 陈少慧眼如炬 小友 你的的确确 是罕见的玄月明火血脉 陈少 会长大人特意吩咐 这间血脉室陈少可以随意使用 无需预约 陈少没有其他吩咐的话 那小柔就先退下了 好 凌天 血脉石 陈少你干嘛 我已经觉醒血脉了 我再帮你觉醒一次 你拿着血脉石 听我的吩咐 待会全力催动血脉 是 好 好 下来吧 竟然是明火属性 而且这形态竟然是 悬月灰云 怪不得之前给了你口诀之后 修为提升得那么快 是悬月灰云形态 加上明火属性 简直是绝配啊 陈少 我是悬月灰云 什么明火 什么悬月灰云 我听不懂啊 你说的悬月灰云 只是繁奇血脉 那你实际上 是悬月明火 属于稀有的血脉 一般血脉识 便认不出来 也很正常 悬月明火 陈少你别动了我 陈少慧眼如炬 小友 你的的确确 是罕见的悬月明火悬崖 陈少 这位是 这位是东方清会长 这下相信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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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我又不敢拿你的前途开玩笑 陈少 我听闻你在这次的学院大考中 摘得魁首 特来恭贺 多谢会长 这位想必就是陈少的朋友吧 拥有如此稀有血脉 想必是和陈少一起去血污圣地的吧 会长太高看我了 我怎么能跟陈少比呢 我连学院大考前十都没进 怎么有资格去血污圣地啊 陈少亲自带此人情来检测血脉 必定对这几位重视 如果我能帮其争取到 进入血污圣地的机会 也算是卖了陈少一个人情 怎会如此 即使未能进入大考前十 可拥有如此稀有血脉 也应当许以特例 我身为血脉圣地会长 带我向陛下严明此事 并尽力为他争取 进入血污圣地的名额 陈少 我不是在做梦吧 劳烦东方亲会长 如若东方亲会长 真能帮林天得到这一机会的话 血脉圣地今后如有需求 秦陈定当一步如此 陈少言中了 我定会尽力而为 那我便先行一步 前去皇宫觐见陛下 尽早将此事定下来 二位继续 不用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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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